大家好,现在是2023年10月30日,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从上午护身指数的情况看,可以确认一点,就是上个星期一的低点,就是大盘中线低点 换句话说,现在可以按照中线反弹的逻辑去进行操作 不过考虑到之前上证指数是连续横盘整理了两个月左右 所以,除非市场量能可以持续保持在1.2万亿上方 不然上证指数不会立刻去尝试突破上方3180点的位置 因此,在这个情况下,我们建议把这波中线反弹,分成两个阶段去看待 第一阶段,也就是现在,在上证指数没有突破3180点之前 我们建议,不用去管指数,专注个股操作就可以了 同时操作,应该放在重心放在中小盘股 而不是大盘股上面,至于板块这边,从今天上午联发科公布的财报 以及之前台积电公布的财报来看,半导体和消费电子 这两块行业复苏,正在得到确认 因此板块这边,基本维持上周的看法不变 就是三大类方向 第一类,超跌族群 这部分以风光处、锂电池为主 第二类,产业复苏族群 这部分以半导体、消费电子为主 第三类,产业趋势族群 这部分以人工智能、算力方向为主 至于这三个方向,哪一个会在反弹第一阶段表现更好 这个只能边走边看了 至于第二阶段会怎么走 这个,我们估计要等二至三个星期,以后再看了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今天晚上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